我是一頭 歡迎您持續加入1800晚間新聞 在今天台灣各地的天氣都很穩定 白天高溫都在30度左右 但是要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從明天開始就要變天了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曲線圖 就像是溜滑梯一樣 咻一個直接往下走 所以從明天開始東北風增強 從原本今天最高溫30度左右 到今天到明天最低溫 竟然可以下灘到19度 而且禮拜五要一路湿湿涼涼 到禮拜天 包括北部東半部 都要預防大雨 還有中南部日夜溫差也很大 這個來來回回的溫差 有將近10度以上 再加上會下雨的關係 所以週末如果有出遊安排的觀眾朋友 可能要稍微更改一下您的計畫了 而另外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其實今年冷得特別早 所以反勝因的現象 在今年是不是又再會襲擊 所以現在國際的機構就預測 反勝因的現象正在逼近 所以他們說今年的冬天會超級冷 這一會兒你這一杯還不用少冰去冰 但隔一天就得換上一壺熱茶 燉上一碗熱湯了 因為星期四下半天開始 東北季風增強 秋風夾帶秋雨 住在北部東半部的你 要多撐一把雨傘 多穿一件博外套擋一擋 尤其星期五開始 一整天下雨的時間更長了 禮拜五到禮拜天這段時間 降雨的形態在北部級移化地區會比較持續 也就是一整天幾乎都有機會下雨 尤其在東北部地區 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區 可能出現局部的大雨 衛星雲圖看來 現在的台灣萬里無雲好得很 雷達回波圖也只有一星半點的降雨訊號 但是星期五到星期天整個大翻轉 除了東北季風持續影響 華南雲雲區也來照頂 下雨時間拉長更加濕涼 北部可能來到19度 南部日夜溫差有可能差上10度 要請爸爸先手下留情 因為今年的冬天可能很無情 氣象專家李富城提醒大家 預估今年台灣冬天會很冷 心血管疾病患者一定要特別擔心 冷風過渡 難保不會出現下一個低溫四度 華爾新友黃敏惠方晴年台報道 華爾新華